好 那她的幸運物呢 老師 好 小Call的幸運物 漂亮吧 這是花生嗎 這是雞 上面有乌乌乌的感覺 對 乌乌乌的 可是她的黑色 深藍色 不是 因為她屬豬 豬的五型屬水 在五型來講 金會生水 所以我要找能夠香生的 我的幸運物最好就是有香生的 所以老師來幫她帶一下 所以剛才老師的 老師告訴我們大家是基本的五型 然後再加上自己原本主生效的 對 要把你就是為你的運勢加分的話 你就是用生你的五型來幫你加分 對 好貴氣 了解了 我也可以很貴氣 好的 那我不再是小弟弟了 對 大部 是 接下來安安同學 你好 是蘇娃姨 蘇婆 她的顏色是白色跟銀色 對 白色 銀色或銀色也可以 如果妳穿著銀色去親戚家裡面 或者是去男朋友的家裡面 比如說親戚或男朋友的爸媽說 妳是作秀 妳是鋼管舞 對 我一個鋼管來我家 對 所以其實白色 對於他們來講是最好的 然後所以呢 到親戚家裡面想要有紅包 一定要讓親戚覺得好可愛 好可愛 好想成長 對 對 對 這個小女孩 對 這個小女孩可以說什麼都好 真的 對 然後到男朋友家裡 皮包全部都給你紅包 不是 不是 不好意思 然後到男朋友的家裡面 長輩看到覺得這個女孩子好 乖 妳們衣服穿這麼多 手複刀 老手 對不對 衣服穿這麼多 這樣子我們都不手複刀 為什麼 這一排都這樣 他們都不能這樣 不是 我的意思是 因為他去男朋友家裡面見父母 要拿紅包 對啊 因為妳這樣子會讓那個 未來的公公 溜避雪 好啦 我利用的元素都是這種米白色 淡淡的米白色 裡面是一件蕾絲的圓領的襯衫 外面是一個大的這種毛衣 然後把這個裡面拉出來 我有配了一條腰帶在裡面 然後卡其色的裙子 我告訴妳 其實很多男生非常喜歡那種 讓他們回想到那種 書 書 書 對 學學習 真的 搭上一雙就是這種集西襪 以及很可愛的毛毛靴 讓在冬天裡面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把整隻腳露出來 到親戚家裡面會覺得 這個女孩愛漂亮 她這麼人 太漂亮 對 然後所以我們把它穿了高筒襪 然後再來配上一個毛毛的 白色加銀色 好可愛 這是我的 白色跟銀色就是 對 配 私底下跟男朋友見面的時候 就把毛衣 要脫掉是不是 裡面 把毛衣脫掉之後 其實這裡面就是半透明 哪有自己脫自己在襪 在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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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襪 其實 要讓男生 恨得牙癢癢 就這麼若隱若現 就是台語怎麼穿那麼多 你看 即使你把毛衣脫掉之後 如果說 私底下跟男朋友的話 那件小背心就可以不用穿了 真的 對 是三隻眼 裡面就是白色的內衣 白色或銀色不辣 對 白色的內衣 或者是白色的馬甲 我覺得馬甲這個好 那就會真的 所以你看這些青唇裡面 還透透一點點 黃野 對 好的 性物呢 安安它的生肖是屬猴 猴子的五行是金 那麼以顏色來講是土生金 所以穿白色的 米色的 都會加分 其實黃色的也是很好 我覺得Kamen老師配得很棒 你看這個是陀黃色 對 這個也是陀黃 這個黃色是黃色的蜜辣 所以觀眾朋友 如果你覺得 這個你好像不太適合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買黃色的蜜 它本身又有趨吉畢胸的效果 這個對運勢來講 屬猴的或是屬雞的朋友 用這個 在2010年你的運勢 決定是槍槍 帶上 黃水晶可以嗎 可以 黃水晶可以 那就是要帶出門的 還是 因為不像什麼 符是不可以被看到的 這個是要被看到的 看到的沒有關係 要外帶式 讓他們都看到 外露式的 好大喔 很好看 顏色配起來 木頭也可以嗎 帶木頭 帶木頭出去幹嘛 這是木頭的手桌 像我這隻 對 不行 因為木頭 畢竟它的五星是屬木 經會來刻木 所以我們要找生我的 不是我去刻它 所以是 如果是木頭染成黃色 也不可以 因為它本質是木 對 那我一樣是屬 火 火 蛇 馬 對 馬 新玉霧是什麼 我替新玉準備的 看到了沒有 綠皮羞 這是玉的 也是要嘴巴朝外 這個是什麼 也是我平常一直笑 有一些人會掛在腰上 然後我一夜在笑馬勢力有沒有 還掛在皮包上 還掛在手機 我的天啊 結果沒想到 我這是報應 隨性配件 隨性配件 隨性你要吃的 蛇跟馬的五星熟火 在五星來講 木來生火 只是我準備的是皮羞 其實你可以帶玉 綠色的這個也可以 不一定是要皮羞 你不要那麼為難好不好 幫你養錢 謝謝老師 幫你養錢 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 數口數雞的人 今年屬於上半年耕耘 下半年才能收穫的辛苦年 可要多穿白色銀色的服裝 增加好運 開運物是黃色蜜蜜 如果你是屬火屬素的朋友們 恭喜囉 今年是付出多少 就可以得到多少的得利年 可以多穿灰色綠色的內衣 和衣服來開運 還有還有可以多帶茶巾 來增強你的好運喔 如果你是屬豬或老鼠的朋友們 今年要比較辛苦的付出啦 收穫也沒有預期的多耶 這個時候一定要多穿黑色 深藍以及深夸灰色的內衣跟服裝 還有還有要多帶金屬飾品 增強好運喔 如果你是和藍角度一樣屬蛇 或者是屬馬的觀眾朋友們 今年是好運擋都擋不住的大利年 可以多穿紫色 紅色 粉紅色的衣服 增強好運的小物色 綠色皮袖 最後最後 剩下如果是屬牛 龍 羊 以及狗的觀眾朋友們 雖然今年是屬於挫折的一年 但是只要肯耕耘 明年鐵鐵會有收穫的 開運色是金色跟黃色 可以多帶粉金招好運喔 觀眾朋友你們要記得 只要是玉石的或水晶的話 這些礦石拿回來之後 我們一定要先要做消磁的動作 消磁 因為水晶它本身有記憶的功能 記憶 對 它會記憶 就是前一手 它不曉得經過了什麼人 那它的運氣好不好 它全部都記憶 記在它的裡面 對 它有它的一個記憶 那是個記憶體 那一般有的人會說 是不是泡鹽水 水晶千萬不要泡鹽水 水晶一泡了鹽水 它的光澤就會看起來很無濁 所以你要把它消磁 你就給它泡清水泡一個晚上 那了不起你去沾 是喝的水還是 就自來水就可以了 自來水 然後去沾一個酒片的榕樹葉 把榕樹葉跟水泡在一起 打電話給宇天大哥 榕樹 榕樹下 榕樹下 你說酒片榕樹葉 對 泡在水裡面 對 泡一個晚上 學校裡面也都有榕樹 還有一旦你的幸運物 你做過消磁 最好就不要讓別人去觸摸它 可是有的人好奇說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你也不要擺個腮明給人家看 你就再重新消磁一次就可以了 有時候 不是我們掛這些幸運物 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那個幸運物看起來很濁 是因為自己不乾淨嗎 對 你的氣 你的身體不是很好 所以你也可以重新再消磁 再消磁 再給它泡水泡一個晚上 如果你家裡有 剛好有水晶洞有沒有 水晶洞 水晶洞 在哪個方位 沒有 它跟方位沒有關係 只要有那個水晶洞 你就把它放到那個洞裡面 對 那個利用水晶洞的氣場 它也能夠達到消磁的狀況 是 還有最後一點很重要 當你發現這個幸運物 有裂痕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捨不得 請你趕快把它放掉 為什麼 奇想物會變凶物 它變猛狀 是怎麼樣的觀察 不小心碰撞就裂開了 可是有些看不到也怎麼辦 它裂在心裡怎麼辦 裏頭上 你要看是它自然 水晶都會有天然生成的 那種裂紋 跟碰撞的裂紋 那是看得出來的 那個碰撞的裂紋 就感覺就是一道口子 在那個地方 你就把它給換掉就好了 換掉你也不要丟掉 你就放在那個地方 當作裝飾品 了解了 好 都清楚它有沒有問的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的 很開心 好了 今天要謝謝凱文老師 謝謝 凱文老師 希望每一個人 愛的伊尼年 平平安 幸福大運 謝謝 謝謝